你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哪把神器实力最强吗 今天我将为大家盘点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名剑 第十 微道之剑 泰阿 泰阿剑是楚国的镇国之宝 更是由传奇驻剑师 欧野子和干将联手打造而成的杰作 后来成为楚王的专属武器 一亮相便声明打造 曾经 晋国国军向楚王索要泰阿剑 却遭到了楚王的拒绝 愤怒之下 晋国发动了战争 攻打楚国城池 危急时刻 楚王亲自持泰阿剑上阵 将天时 地利 人和 融为一体 剑气如潮 瞬间淹没了整个战场 城外的敌军如遭受猛兽袭击 最终全军覆没 楚国成功捍卫了家园 随着勤灭六国 他阿剑也成为了秦始皇的战利品 并最终被埋入了皇帝的陵墓 可见其实力不一般哪 第九 无双之剑 纯军 纯军剑是驻剑大师欧野子亲手打造 后来被越王勾剑所收藏 也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越王勾剑剑 传闻这把剑是天人合力铸造的绝世之作 在锻造过程中 千年赤井山 山坡而出西 万载若耶江 江湖而出铜 驻剑时 雷公打铁 玉娘临水 蛟龙捧炉 天地装炭 驻剑大师欧野子 成天之命 与众神共同铸摸十载 方才完成 剑成之际 众神归天 故此他也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 这把剑是千军万马和城池都换不来的绝世珍宝 值得一提的是 它是十大铭剑中唯一存在鱼式的宝剑 目前珍藏在湖北省博物馆内 有机会一定要去一睹纯军的威严 感受这把传世之剑的非凡气魄 第八 永绝之剑 鱼长 鱼长剑可谓是十大铭剑中的一颗明珠 精致小巧的仅有匕首的大小 它独特之处在于能藏在鱼腹中 专为进行暗杀王辽二生 这把剑的剑身纹路 弯转曲折 凹凸不平 花纹繁复 行似鱼长 因而得名鱼长剑 也被称为刺客之剑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 鱼长剑面对三层酸泥铠甲 层层穿透 虽然剑身短 但仍然满了淋漓的杀气 狠狠插入王辽心脏 从此鱼长剑一战成名 成为了刺客专用的戾气 值得一提的是 这把剑同样也是 驻剑大师欧爷子所著 后来 著名相见师傅学竹评价他为 逆里不顺 不可小觑 冰列排在第七第六的是 执行之剑 干将墨爷 这两把剑可真是电视剧 和小说里的常客了 出现的频率简直比广告还高 而且关于这两把神剑的故事 也是人尽皆知 干将是春秋时期吴国人 是楚国最有名的驻剑师 他所著的剑都是名剑 楚王非常喜欢宝剑 于是委托干将为他驻剑 随后他与妻子墨爷 奉命为楚王驻剑 于是世上诞生了两把宝剑 一把叫做干将 一把叫做墨爷 但是因为楚王性格残暴 干将可不敢将两把剑都陷于他 所以只好把墨爷剑给了他 而干将剑交给妻子 由他传给儿子 后来干将被楚王杀死 儿子长大后 正是用这把干将剑杀死楚王 为父报仇 不过还有一说法是 这两把剑都是用活人制成的 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吧 他们与夫妻二人的关系 可是相依相存 简直无法割舍 当干将消失的时候 墨爷也会随之不见 这就是他们被称为 执青之剑的原因了 第五 优雅之剑 成影 成影剑是上古十大名剑之一 与寒光剑 销炼剑 并列为商天子三剑 传说成影剑问世之际 交分成影 燕落忘归 因而得名成影 相传成影剑通体透明 仿若无物 剑身上著有曼妙的影字 其剑柄可分为两节 当其中一节抽出时 剑身如无影 宛若一把潜藏于虚空的长剑 成影剑的速度 犹如光 如影 如风 一般人难以感知其存在 虽然剑身不可剑 但同样能够置人于死地 这柄剑的寓意在于 以剑寓 因此被誉为精致优雅之剑 其剑法如行云流水 即快如奔雷 堪称艺术之罪 成影剑的独特之处 在于超越了物质形态 使人体验到了一种无形中的力量 仿佛能够领悟到 剑道的玄妙之处 第四 人道之剑 战卢 战卢剑可谓是一把传世之宝 围驻到大使欧野子亲自操刀打造 并且还携妻子朱氏 女儿墨爷 女婿干将 奉岳王允长之命 在战卢山打磨剑造这把神兵利器 当欧野子铸成此剑时 于尽斧剑泪落 因为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毕生的梦想 那就是铸出一把无剑不摧 而又不带丝毫杀气的兵器 相传战卢剑一经问世 就被岳王所得 后来这把剑流传至岳王勾剑手中 于是勾剑又将战卢剑进攻给了吴王夫差 可吴王一无道 竟让战卢剑心生厌弃 随后便自行离开 非至当世明君楚王身边 从此战卢剑变化为正义与仁德的代表 为楚王护航 彰显了其超凡的道义之力 第三 地道之剑 赤削剑剑的名气可真不是盖的 直接和帝王挂上钩 这把剑在历史上被尊称为地道之剑 不过这货还有个雅号叫白红剑 源于秦汉时期 是汉高祖刘邦的得力宝剑 刘邦就是凭借着这柄赤剑 英勇斩杀了大则中的白蛇 从那刻起 他的帝王之路就开始了 赤剑剑不仅外形秀美 剑身还刻有精美的花纹 剑柄更是用上了七彩珠和九华玉 寒光逼人 刀入双雪 威武不凡 不仅如此 剑上还刻有两个转子 赤剑 第二 高杰之剑 七星龙渊 七星龙渊 又名七拳剑 其悠久的历史 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 至今已有2600年的岁月 传说中 这把剑是由古代剑师 欧爷子和干将 两位传奇剑将 齐心协力 共同铸造而成 然而铸剑过程相当复杂 先是欧爷子和干将 凿开了刺山 释放出山中的溪水 将其引至铸剑炉旁 形成了北斗七星环裂的七个水池 因而得名七星 剑城之后 从高处俯视剑身 仿佛站在山巅 向深渊望去 宛如一条巨龙盘卧其中 因此得名龙渊 七星龙渊这个名字的来源 正是出自于这段 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 后来在汉代时 这把剑更是被誉为 上方宝剑 象征着高贵的权势 和显赫的地位 通常只有王侯 才有资格拥有这样的至高之物 第一 圣道之剑 轩缘 轩缘剑简直就是 传世中的超级神兵 又称轩缘下语剑 是一把圣道之剑 在上古时期 众神亲自采集守山之铜 为皇帝打造了这把兵器 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 一面刻山川草木 剑柄一面书 农耕续养之树 一面书四海一桶之侧 整把古剑呈现出金黄色 是轩缘皇帝的专属兵器 皇帝还靠此剑击败了吃油 征服中原 一桶华夏 轩缘剑内蕴藏着 无穷的神奇力量 是一把专门用来 斩妖出魔的神剑 后来这把剑 传到了夏宇手上 羽靠着他在治水时 斩妖除魔 轻松扫出了种种障碍 不久 轩缘剑又落入了伤汤之手 汤依靠这把神剑 击败了三大邪兵 从而建立了商朝 所以将它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